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付出这么大代价 我是想到这儿有所收获 但是我闷心自问我收获了什么呢 收获的没有我预期的高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感想 那么为了对立起我们这趟聚会 我想借这个机会带领大家一块思考一下 我们这一次有几个关键词 新的就是过去没有听说过的 或者说过去没有想明白的 我带头说两个好吧 然后大家喊出来然后帮我补充 我是带头提出来 大家要开始不断地去谈 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概念要建立 不仅要建立 而且利用一切的媒体去传播这个概念 去帮助大家思考去观察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要做好准备 这个稻草该放一定要放 不能学关键 当年曹操落在关键的手上 关键应该把他杀掉 可是他没有杀 这就造成了后来的这么大的代价 这样的机会 我那天那个昨天讲的时候呢 举了几个例子 今天就不讲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这个乌坎的朋友来 现身舒坊 能够逃离中国 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一般中国的农民都非常懦弱 非常懦弱 懦弱到让人家 大家都说了很多负面的话 但是乌坎是一个例外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个现象本身呢 大家帮我想一个关键词 怎么样把这种精神总结出来 我们记住这种精神 我们把这个精神传播出去 因为乌坎和李宦军 他们其实代表了中国 十几亿人的悲惨命运 就是中国共产党剥夺了土地之后 就是用这个打土豪分田地 抢劫杀人 把富人杀了 打草分田地 然后忽悠了中国农民 现在 这个农村靠近城市 发展比较好的地方 土地在成几倍的增长 这个增值的效益 被政府掠夺 那么农民当然不服 绝大多数农民不敢反抗 那么乌坎带了个头 李宦军这样的人 慢慢也站出来了 他也在学习 他也在成长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想办法去 支持他们 去帮助他们 帮了他们其实就是帮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任何人往前推三代都是农民 中国农民的这个土地问题必须得解决 因为现在这个小产权 中共发明的这种荒唐的产权制度 这个小产权是非常野蛮的 完全不公平 小产权也是房子 小产权就意味着没有法律地位 不能盈利 不能转让 这个没有合法基础 这是非常好 到今天这个社会 讲法治已经讲了好几十年了 这根本就不是法治 这是土匪政治 不让我讲了 我已经总结了两个概念了 大家有人给我提个概念 我听听还有什么新概念 大家觉得来参加会 从来没想过的新概念 还有吗 消除恐惧 这个不算新 这你想得出来 我们都想不出来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任何一个会议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结局 那么我觉得这次会议到此结束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 就是感谢了闭幕 那么现在请钱达先生来的一个就是 闭幕次 来所持 钱达先生呢 钱达先生都已经跑了 那我就讲一个点 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都有房地产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有房地产的朋友 可能特别关心中国的楼市崩溃的问题 刚才那个新朋友也讲到这个话题 我只想提醒大家 阅读这样的文章的时候 只去观察一个点 就是说中国 他的文章新闻 报道这个房价飙升的时候 他从来不告诉你交易量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中国的房市已经崩溃了 这个房价 只是一个虚假的政府造出来的有价无事这个东西 对对 一旦政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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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闻呢可以自由报道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真实的发现 所以现在的数据都是假的 已经崩溃了 只不过这种崩溃模式 会可能长久的政府把它保持下去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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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欧洲的都愿意帮忙 但是很快就被各国政府支持了 很快我就发现 他们怕中国乱 他们绝对不愿意帮你做这个事 那我我报个料啊 我报实际上这个军队已经有人训练过了 可能大家不知道吧 有人有人训练了差不多五百多个在泰国附近 哎呀那是吹的吧 真的 你说的是鹏那个什么鹏什么 真的 是真的 这个事呢 这个事呢是 是 怎么说的 我不说了 说出来是 反正这个事是真的 发生了已经 有人把这个张宏宝的这个保管箱打开之后 拿了一笔钱 那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把这个六位军事